最近,香港媒体上就如何保持香港的独特性以及它与国安法的关系冒起了一阵议论。 议论的焦点在于,香港的独特性与国安法本无矛盾, 但是如果操作时候出现另作无忧, 矫枉过正,低级红高级黑, 是否会导致香港上市本身的独特性削弱香港的软实力呢? 但若是港区国安法,靠的是硬实力,达成油乱造智,驻有成效。 与此同时,政府大兴土木搞基建,大展规划蓝图,奔向八大中心, 处处凸显香港的硬实力, 但是要继续由至极心,非要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和延续国际化不合。 软实力在这方面非常重要。 究竟什么才是香港的软实力呢? 和独特性连在一起,该怎么看? 政府面对这么复杂敏感的局面, 施政上是否能做到软硬兼施呢? 我们来看一看,谈一谈。 1995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香港政协委员说了紫砂茶壶论, 说去掉了茶购的紫砂茶壶不值钱,当时所比喻的就是香港的独特性。 香港的历史是独特的,如果说香港的历史单单就是百年殖民耻辱,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香港正是因为其历史的独特性才有了一国两制,尤其是地位、环境、制度和角色上的独特性。 从社会生活层面来说,就是延续了个人自由,彻底的对外开放,畅通的政治表达,还有多元的文化构成,还有深厚的国际渊源。 拥有港漂背景,在香港立足生根的立法会议员张新宇,以过来人的身份所说他感受到的香港独特性。 两者加在一起,第一就是整体上我们的社会一直以来的确是比较自由的,限制和很多的一些,就算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其实那些限制,就是这个我们从事立法工作会比较了解得多一些,就是很多的限制其实都是基于你自己的一个信任,或者一个信任,其实就不会说所有东西全部都去检查你,而是有一个规则大家自己去跟从,但是整体上那个社会上的限制和那个自由空间里, 是比较大的,就是整个国家来说,当然是最高的,在全球来说,相对都是排在比较自由的一个地方,就是说香港的历史,在好的方面,其实那个带来的好的影响是很多的,例如很多种文化的,在这里的共融,这种多元性,还有大家其实本身就已经很习惯见到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你想想,如果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小地方,可能你看到一些新的事物,你都会觉得很惊奇, 但是香港基本上,你不会,就是我想一般香港市民,见到什么都见怪不怪的,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日常就见到很多来自全球,全国,很多不同的一些特性,文化,那我觉得这个是本身就是历史,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优势,那当然你说,就是这个历史,令到很多在,就是过往我们讨论,一些身份认同,或者文化认同, 一些这些方面,可能带来一些挑战,那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整体上,我觉得香港的历史,当然都是我们很独特,和令到我们今天有很多竞争优势的地方,其实根本上,就是那种的排外,或者是那些,就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些,一些不是那么包容,其实并不是那么强,或者根本上,在我自己的工作上,我觉得是,不是太感受得到的,这个反而,就是比起,就是如果你说起,在一些, 自己本身本地文化比较强的,在内地,一些大的城市,它自己本身文化,很强的地方,可能它那种排外性,我觉得分分钟可能比香港的,所以,虽然有很多朋友,觉得香港会不会很不包容,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未必是真正那一面,汶川地震15年了,幸存者,魏云露,感谢香港国客医生,多年来为200多名幸存者,做了医务手术和康复的治疗, 他说,香港很有包容性,很有爱心的一个城市,多来几次,就感觉回到了第二个故乡,是的,我哥哥在港大工作的时候,办公楼里面一条走廊,十几个房间,里面都是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专家教授,他们说,喜欢在香港,是因为这里没有国外的感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生活自由, 但是,目前的议论中也能提到国安法,认为,有人不注重宣传国安法的初心和宗旨,没有严格把握使用的范围和执行尺度,这种消极的效应,与那些软对抗国家安全行为,性质说不通,但影响却一样,那么,是不是国安法的落实影响了自由开放的独特性呢? 首先,国安法并没有被滥用,保持香港独特性和落实国安法并无矛盾,而国安法被捕的,检控的,定罪的人数极少,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造嘉,说说他对政府执行国安法的分寸尺度的理解, 中央九一博两制,目标都是想保留香港独特性,令到香港可以,特别是和西方继续接位,以至和国际社会接位, 即是我们走一套法律制度,我们专业守质,我们的自由开放道,我们的与国际联系, 以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保存得到,始终对香港最大的独特性,就是在自由开放道, 自由开放,在法律保护之下,都会支撑住,这种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其实都是,无论是中国,或者是西方,都重视香港的地方, 亦都是有理香港投资环境,就在国安形势,社会治安形势,不断变化, 有时就要执法力道,有时都会紧张,有时会松变, 所以你说要去到一个地步,大家非常清楚知道, 哪些东西是做得到,哪些东西是不做得到,哪些东西是说得到,哪些东西是不说得到, 都需要一段时间,但始终来说,我的主要看法就是, 你要发挥一个振折作用,你想振折谁呢, 当然振折一些,还顾的,要破坏国家安全,危害治安到人, 所以来说,其实你执法的过程来说, 其实最主打就是这些死硬的,还顾的, 而且对国家安全,社会治安构成最严重的危险的人, 而你当起诉他的时候,大家同意这些罪行, 是绝对不能够为社会所容忍的, 自己其他那些部分,我常提出, 找大放小,找到原则,找到东开广播, 意思是,如果有些只是个人行动, 或者他又不是太严重,影响了国安, 基本上一种法设行为,你可以采取一些比较宽松的, 就是尽量收窄的范围, 比如语言警告,如果你警告无限继续下去, 你对你做法律制裁, 始终我们香港要面对不只是国家安全问题, 还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 还有一个要推动社会和谐的问题, 还有一个要稳定人心的问题, 所以你始终拿捏的方向,你要拿得很准, 所以我之前说,这个无论做任何行动, 你起诉也好,或者警告也好, 一定要服从, 还有其他人放心, 否则的话,你可以维持到国安, 但问题是,怎么可以维持到, 这个社会稳定和谐呢, 这个就要同志,要坚负并重的问题, 国安法实施除了执法, 还具正切诸贺作用, 这也是必要的,而且有成效啊, 然而,如果连一般香港人 也感受到国安法的震撼, 因此有疑虑,有担忧, 感到无所适从, 那也属于正常, 社会平静了,不等于人心就归顺了, 人们担忧说错话, 站错队,踩错线, 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那人家说,我宁可不说,不做了吧, 这么说,个人自由, 政治畅达的独特性, 自然受到影响, 但是,持反对意志的人, 也不能把这些反应都视之为反对国安法, 然后纷纷出来捍卫国安法, 甚至把这些疑虑都归到了软对抗一类, 变成是没有用心, 借题发挥,无中生有, 这样会制造了更多的敌人, 结果驱赶了好多朋友。 我看,在参与讨论的人群中, 没有一个是反对国安法的。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维护自己的 最基本社会安全秩序的法例, 这个是无厚厚非的, 也是天经地义, 但与此同时, 我们要慎防的就是法律的本质, 和法律的执行, 以至法律给人的观感, 以三个不同的层面上, 可能会出现很鲜明的脱轨, 或者很鲜明的不对称, 我们香港, 无论是政府也好, 或者是商界也好, 或者是政界, 即未必是从政者, 而是从政而以政的, 但不是行政者, 也要慎防, 也要慎防, 就是扭曲了, 这道法律本身应该存有的价值, 和它的界线所做, 而同时, 当界线模糊的时候, 当然一种说法就是, 我们都没有说你不准做, 那你可以去做, 但事实上, 现在外界的观感, 可能就觉得未必是, 变相是, 就算你没有说不应该做, 但第二天我做了, 我都会有事, 那怎么办呢, 这个观感, 估论是否正确, 客观还是主观, 或者是错误的, 这个观感是存在的, 不是国安法出问题, 而是操作方面出问题, 议论的文章中, 有人以鲁迅著作下架的事件, 来做例子, 不要小看这些个别事件, 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因为很能说明问题, 究竟鲁迅著作下架, 是怎么一回事啊,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回头分解。 究竟鲁迅的制作, 真的在香港图书馆下架了吗? 据我所知, 从来没有发生过, 试园有学校校长透露, 教育局官员巡视学校的时候说过, 鲁迅鼓吹人们上街示威, 所以他的著作在图书馆该下架, 消息一出, 社会哗然, 而政府有没有行动, 我不知道, 反正没有人公开承认说过这个话, 也没有证据证明事情发生过。 最糟糕的是, 政府到今天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字的公开回应, 结果大家以为事情真的发生了。 个人认为, 无论是某官员政治智商低深地说了这些话, 还是有人故意放途造谣, 献政府与公务员于不义, 还是政府确实真的有这个决定, 作为政府都应该公开有所表态, 或说明, 或否认, 或澄清, 或谴责, 或调查, 或追究。 然后, 一直保持沉默, 公众只能够判断做出结论, 政府要鲁迅下架是真的。 那么全世界, 全中国都以为, 香港居然将鲁迅著作下架, 简直是进入白色恐怖了。 那我们该怎么去反驳呢? 这不真是陈指示先生所说的, 自己做了或者不做某些事情, 去证明人家的攻击和说法。 政府如此操作, 实际效果是落实了国安法呢? 还是抹黑了国安法呢? 刘兆佳认为, 是人为操作出了问题, 而黄玉逊就认为, 怎么也不应该随便制定底线, 广东话叫, 不论文, 就是随便移动规则。 如果有些事情, 根本政府都没有做到, 就被人散播调言, 或者提供虚解消息。 或者有个别的人, 根本不是代表政府立场。 当然我不排除了, 有个别人士, 可能因为取自判断, 认为需要做某些事情, 这些脑子一点都不出奇, 始终来说, 你始终要怎么修行国安法呢, 未必一下子, 就可以统一到思想,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有些事情, 是涉及到谣言, 或者特别用作为打击中央, 或者打击政府, 政府是有些需要出来澄清, 就是说, 不能够被谣言传播, 引起了有些人的恐慌, 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 如果出现了一些事情, 是做着对政府不利, 对香港人又不利, 你就马上做出一些澄清, 我觉得某程度上, 不是法律本身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而是在对何谓国安的认知方面, 以至国安的, 就是有些什么是国安, 有些什么不是国安, 有些什么是上线上线, 有些什么是值得, 是用国安的视觉, 去探讨讨论这个议题, 这些问题, 我们香港的市民也好, 或者甚至部分从政团队, 或者从政的人, 眼中都是对于这个界线, 觉得龙门是不断地被搬, 或者红线是不清晰的, 我希望有权有能者可以在这个时候很清晰地说, 其实是一个理性的, 建设性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去作出进间性的批判, 是不会侵犯到红线的。 对敌人, 我们必须强硬不手软, 在战场上再激烈, 也要顾及尽可能不伤百姓, 一旦真的伤了, 也就要揉腐, 打伤脏与得民心同样重要, 尤照家就说, 应该怎么样落实国安法, 才是最好的操作。 其实现在很多事情, 我觉得, 即使你外国, 整天攻击香港, 拉哪个人, 你又吵吵你一轮, 判哪个人, 你又吵吵你一轮, 不如不断制造法律, 你都会针对香港, 不如特别美国那样, 我都说过很多次, 这些东西对美国也都不利, 你以为这种做法, 就可以在香港制造分法, 实际上反而令到香港人, 更加觉得, 害暴势力, 乱港之商不死, 其实有多, 某程度上, 帮助特区政府, 和中央网, 更加暴露西方那种, 所谓乱港意图, 所以到最后, 提到政治问题, 总而来来说, 帮助安全问题, 日后都不是单纯执法问题这么简单, 没错啦, 现在我怎样去安定人生, 和减少被敌对势力, 特别外部势力, 帮助香港, 轻风作浪, 最近和几位政界高人议论, 受他们点拨甚有启发, 他们说, 引用春秋资产认证说, 善哲, 正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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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 这揪之于猛, 猛这名禅, 禅这势之于宽, 宽以猛计, 猛一计宽, 正是以和, 言宽相计, 软硬兼施, 应该是特区政府最好的方略, 言是对敌人, 宽是对老百姓, 政府每位官员心中必须有这根弦, 我认为民意调查也有点帮助, 意思是, 民意调查的作用是, 探测市民, 关心什么, 担心什么, 和重视什么, 这些应该是, 其实很容易探测到, 民情民意的, 就是一量化的资料可以用, 可以用的, 但始终来说, 因为你目前, 一, 大国际环境, 进入了凶险, 第二, 我们撥乱反制的工作, 还未完成, 还有立法工作要做, 还有所谓比较明显的, 暖队降传在住, 所以你说, 加上你前前希望, 形成一个所谓, 对势力, 一个所谓, 就是这个阵涉的态势, 对, 对势力, 对势力, 你不是针对一般市民, 你针对敌对势力, 特别是隐藏着敌对势力, 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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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维持一个所谓的高华态势, 这个某程度上是需要的, 但这个高华态势, 就让很多人觉得不关我事, 不是针对我, 所以我说明这是政治问题, 就不说法律问题, 因为法律是手段, 你法律怎么运用, 其实有很大的政治衡量, 政治衡量在这里, 香港人具有思想言论自由的独特性, 成为一种软实力, 实际上, 在文化气质, 经济民生, 生活方式, 人际生态方面, 都具有独特性, 从而形成香港强大的软实力, 我想了好久, 发现空间这两个字, 应该是香港强大软实力的最好概括, 地域上, 有宽广的美丽交业空间, 有多元的语言发展空间, 还有包容文化的共存空间等等, 这些都是香港的软实力哦, 说成我亚洲来说, 真是有这种, 对于一些海外人士, 他来到香港, 他觉得很容易适应, 也都, 最基本的, 就是很容易找到英文的资料, 其实不是很多城市, 可以做到香港这个程度, 或者是根本上, 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层次, 不是说哪个好一点, 哪个不好一点, 而是根本上不是同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自己都去过不同的城市, 这种方便的程度, 其实香港真的, 在成我亚洲区,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也有说到, 可能近期社会也说得比较多, 就是这几年来, 随着我们在国安方面的立法也好, 执行也好, 推广也好, 会不会令人觉得, 香港这种的自由度, 或者是一些空间, 是不同了, 我觉得这个就以我自己观察, 我觉得真正, 如果我们说很准确的国安法也好, 国安的执行也好, 其实这里我们看数字, 或者是看一些真正的证据, 其实它的确是影响很少部分人, 我想我讲独特性这方面, 我会想强调一件事, 就是独特性不代表分离性, 我们要拥护香港的独特性, 但是基础和前提必然是在一国, 就是我们的国家中国里面, 所出现和呈现出来的, 而这个独特性是有机地撮合, 最终是撮合香港和内地之间, 这两个制度的一个有机的张力, 一个共存和相互相成的一种兼容性, 但是骨子里面, 香港如果要服务到国家的整体, 以及港人, 以及争取到绝大多数港人的民生, 是应该要保留它在文化上, 制度上, 经济上, 法律上等等的与内地的独特性, 独特性不代表优越性, 就是不是说内地那套比香港好, 就是香港那套比内地好, 各有长短, 而正正是这两种长短之间的配搭和吻合, 从而是可以帮到国家, 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 就是资金管制, 在香港我们是没有资金管制, 在内地有资金管制, 那变相其实大家都知道, 经济学里面所说的这个 impossible triangle, 就是不可能三角, 就是这个牵涉到汇率, 和这个独立的货币政策, 然后再加上就是资金的流通性, 香港和内地之间正正就是互补不足, 变成就是我们香港是有资金的流通, 但是从而就是没有这个独立的货币政策, 因为我们是和美元拮捕, 但是在内地的层面来说, 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货币政策, 但是就没有这个资金的自由流通, 我想这件事情是正正点出了, 就算我们两个制度之间, 是要保持着这个分野, 保持着不同, 但是最终的成果是什么, 就是帮到全国十四亿的同胞, 至今在应该走出去的时候, 可以走出去, 但是同时也都捍卫到, 国家在维持整体结构性稳定的方面的考虑, 所以一国两制, 是离不开这个独特性三个字, 而香港的独特性, 是值得坚持, 不单指出于我们港人对香港的愿景, 而港人亦是做很多元的概念, 当中包括由内地来香港的港票, 由海外回来的华人的海龟派, 亦都是土生土争, 在香港那里大的原居民, 或者几代以来已经在香港那里成长, 都是香港人, 但是核心仍然是, 如何将香港人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十四亿同胞的共同利益, 找出来呢, 就是通过维持香港这个独特性, 香港在营商文化, 对外接轨的交流文化, 和那种实验性的创新性文化, 种种不同的这些文化气质, 汇碎在一起, 就是香港, 就是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都是依靠着的软件, 是这样才吸引到, 包括美、 英啊, 或者欧洲的所谓的发展国家, 发达国家的企业过来, 也都同时等包括在东南啊, 就是东盟诸国, 中东啊, 拉丁美洲啊, 非洲啊, 中亚等等地区的, 可能是发展中的地区, 但里面是有庞大无限潜力的朋友们, 是觉得香港是进入中国, 和面向中国的最佳调办。 也未凝聚民心, 其重要性, 底子上, 另外造一个北部都回去, 坦白说, 落实国家安全, 岂只是国安法一图, 光一锤定音, 就算是交响乐了吗? 风高浪急中, 能够凝聚民心, 才是特区政府最大的软实力。 习近平主席说, 人心最重要, 是根本。 搞办主任夏宝龙也说过, 要五光四射, 指的就是香港的独特性, 宽阔的思想和政治光谱, 也是香港最大的软实力, 绝对是重重之重。 我们既要确保国安法的落实, 但是也要确保五光四射, 那么香港人就会同心同德, 走了愿意回来, 外人也更愿意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